數字看臺灣掌握最新產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數字臺灣 那麼在這一週當中 我們看到這個在整個520的腳步 逐漸的剩下最後的20天 那麼臺灣在新的小英內閣上來之後 到底會發生什麼的改變 今天我們再度邀請到我們老朋友沈富雄 那麼沈委員跟李孟舟先生 來到我們現場要來跟大家好好來談一談 在520之前現在有一些氣氛 是值得大家來關注的 我們先看看在前一陣子 這個肯亞的電信詐騙案 那麼兩岸引發很大的討論 這個討論那麼也涉及到 這個司法管轄權 這是已經開始有一個雙方在 國際上開始有些新的戰場 另外我們看到國際鋼鐵聯盟 在比利時開會把臺灣說層級太低 把他趕出場 那這個情況過去呢 都一直都臺灣順利參加 但是在這次國際會議當中 臺灣被逼退 那背後也看起來有大陸的死力 另外國台辦在520之前呢 他認為小英一定要承認九二共識 他說如果不承認會導致兩岸現狀的改變 那這個也是帶來給大家一個很大的震撼 另外馬總統講觀光客減少是政治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在全世界大陸觀光客是一個主力 臺灣在這段時間觀光客逐漸的變少 那對很多的內需產業來講 他也帶來一些大家關注爭議的焦點 所以這一些在520之前呢 是不是一個對大陸的政府 對小英的政府開始在摸底測試底線 那麼大家比較關注的 在股票市場也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我們看到在目前為止 外資現在的多單是達到五萬五千多口 那麼在外資淨多單在增加的情況之下 那麼今年以來外資買超台股 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本土的資金在退潮 我們看到這個臺灣的OTC的指數 在最高漲到133點之後 現在跌到126點 那麼在最近兩個月 其實都處在一個下滑的狀態 這個整個走勢相對比加權指數要弱很多 為什麼加權指數外資的買超到目前為止 雖然減少 但是沒有明顯的大幅減少的現象 所以外資跟內資相對是不同調 這不同調對台股帶來一些不同的變化 另外在這一週當中 我們看到幾個比較重要的焦點 一個是蘋果的這個財報揭露以後 他在大中華區是顯著的減少 那麼也造成蘋果的股價在禮拜四 那麼大跌6%以上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臺灣有非常大的產業 是建立在蘋果供應鏈 那現在蘋果像楊映超講的 他是PC化了 如果未來蘋果不能有更大的創新 那麼能夠在市場上再散身手 那對臺灣來講 可能會帶來一些比較大的影響 我們產業鏈很大的關聯度跟蘋果有關 但是現在看起來今年的Tesla的概念 顯然是獨領風騷 另外我們看到在這一週當中 張銀跟台心金的對張銀的主導權的宣判 那麼大致上現在宣判了 那大家各自解讀 基本上他講台心金可取回經營權 但是這個還是要等下一次股東大會 大家重新另起爐灶 那麼張銀是在林權當財政部長的時候 把張銀的經營權整個在台心金控 是以高價入股以後 那麼這個決定新的命運 但是現在張銀的燙手山 已再度回到林權的手上 到底未來這個彰化銀行的命運 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大家可以數目以待 那麼在這一週當中 我們看到美元的指數 還是在往下下錯的一個九十四 那黃金價格在高檔震盪 那麼白銀也沒有太大的波動 但是這個禮拜佔上十七塊美元 油價這一週比較值得大家來注意的 這個我們看到紐約的油價 賬上的四十五塊美元的關卡 另外看到別海布納特已經到四十七塊點六了 那這個都是在這段時間 我們所看到的在國際間 大家關注的焦點是 美國在六月看起來升息的機率不大 所以美元還是在走低 全球整個在資本市場當中 美國的稻窮指數現在占上一萬八千點 那這當中我們看到恐慌指數 現在在十三左右 所以全世界還是處在一個 相對大家穩定比較舒服的狀態 但是台灣暗潮汹湧 我們今天特別來請教兩位貴賓 那這當中大家都知道 我們沈委員最近這個他對他的未來的身後事 有一個很好的交代 其實我今天要特別先請他談談他在這一次的這個 他對自己身後事的交代 我們看到在張榮華先生走了以後 現在造成這個家族的內徵 而且情況非常嚴重 那台灣對未來你如何決定你的身後事 這個是覺得今天在我們討論主題之前要先請沈委員來告訴我們 另外我們在看到最近的兩岸的這個大陸要求小英要回到九二共識上立場非常堅定 那到底在520之前之後兩岸政策會不會成為台灣經濟上一個不可議期的變數 我們也請李孟州來告訴大家好好我們在這個焦點上包括民進黨的這個520現在的阻隔跟未來的政局 我們到底會不會更好我想在沈委員過去是高度關注這個議題 所以今天我們有很多問題要來請教他 我們先請沈委員來跟大家問候一下 市長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那至於說這個我的遺言的部分 其實是就是簡單 簡單再簡單 那雖然分成八點 其實就是講白了 就什麼都不要了 不要氣切 不要插管 不要電擊 不要變成植物人 不要洗澡 不要告別式 不要有遺像 不要有任何宗教儀式 現在我看那個什麼健保裡面 他說那個插管的費用 零點一趴的人大概花掉十趴的健保費用 是很可怕的 我覺得可怕就是說他插管然後救回來 然後可以離開呼吸器 那算是不錯的 但是最怕的就是說你離不開呼吸器 而且漸漸的變成植物人的話 那植物人通常在一兩個月到一年之內都會走 但是他這一段期間所浪費的國家資源 是非常可怕 因為他是把他當作住院病人 跟洗澡病人不一樣 洗澡病人是門診病人 那這個不但是前的問題 我覺得當事人 這個已經昏迷不行的 當事人跟他的家屬 都欲罷不能非常痛苦 不過我要補充一點 就是說前天紐約時報 有一則消息 有一個寒衣的美國 美籍的美國女人 他最近發明了一套衣服 那這個衣服可以產生很多的菌類 菇 香菇 毛菇 菇 然後你死了以後 什麼都不要 就是把你全身去穿那一套衣服 然後不要棺材 不要用水泥去做墳墓 都不要 然後就挖一個坑 然後把它放下去 那放下去以後 這件衣服就會長很多菇類 那這個菇就會把你漸漸漸漸的 把你吃掉 我覺得我覺得這個恐怕比火化還乾淨 而且我們台灣有一部分人對火化 還是有一點恐懼 有一點 有一點就是說畏懼 那我覺得穿衣服 讓菇把你吃掉 我覺得這個恐怕比較容易接受 而且費用不貴 目前一套這樣的衣服 美金一千五百塊 已經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你現在反正找到以後就簡單 其他其他還有包括很多的遺產 這個交代 我想你也很簡單 對不對 對 我說我的遺物 就通通丟掉 不要 那有價的遺產 除非我另有交代以外 就依法處理這樣 我也沒有什麼 我也沒有很多的遺產 所以沒有問題 這個 但是臺灣這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大企業 最後其實都給子孫 帶來很大的紛擾 就是你留財給下一代 結果現在看起來 我們子女徵產的事情 持有守門 那這個就是說 你如果在你生前 就能夠把自己身後是處理 林哲徐那個打野片戰爭的 林哲徐有講過 他說子孫 如果很賢能的話 你留錢給他沒有用 但是如果他不賢能的話 你留錢給他 反而害死他 還有我另外有個觀察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臺灣有很多在經營事業 很成功的人 就一生為錢去努力 然後成功的人 其實他的面向 不但說他後來害了子孫 他自己其實也不好 為什麼呢 他面向都很難看 而且他皺紋都很多 尤其是兩枚之間的 這個質的皺紋特別多 我去參加鄉江論壇 那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到底怎麼保養 你有什麼養生之道 我說我什麼保健食品 都沒有吃 我不吃任何保健食品 我甚至連維他命都沒有吃 那我今天就介意 你吃了一口水果 這個你今天可以講 再等一下也少吃了 因為我還要到Costco去買 我覺得很麻煩 我現在貢獻給我們的這個觀眾 十個字 就是說肉體要叮噹 肉體要動 肉體要叮噹 這個養成運動的習慣就很簡單 下面五個字比較難 心情要輕鬆 所以這個就跟我剛才講的 你不要餵錢 太傷腦筋 因為你為了錢傷腦筋 氣也嚷熱也嚷 所以心情要輕鬆 肉體要叮噹 我保證你長命百歲 所以從常來講吃什麼不重要 但是這個心情聽說影響超過一半 吃什麼東西是這樣 吃東西其實非常簡單 三餐照吃 不要吃零食 還有不要吃宵夜 還有你三餐當中的碳水化合物 盡量少 如果你要減重的話 就打八折 打八折不行 打七折 七折不行 打六折 就是這樣 不要去做有的 沒有的其他的方法 運動裡面有什麼要做 我覺得運動 對健康的貢獻度 尤其是對減肥的貢獻度 其實不是很大 但是運動讓你全身舒暢 還有讓你那個血管的運行暢通 還有讓你血管老化的速度減慢 還有讓你腦筋隨時保持清醒 我覺得運動的貢獻是在這個 但是你不能保證你長命 這個我不太確定 對 這個基本上這個運動 是 我常講生活規律化 運動要生活化 你把他當成生活中一部分 今天我們還沒有討論 身體之前 先從膠帶後事到身體保健 我想給大家另外一堂課 我覺得 看我的臉書 因為已經有十萬人 對 我相信你這個遺囑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很震撼 而且這裡面你講得很清楚 這個對大家來講 是一個在人生路上可以思考效法的一種觀點 我覺得那個是觀念 打破了一個很大的忌諱 因為臺灣的人或中國人不喜歡談這個東西 對 他說 你何必呢 你現在身體永遠 說這個有空不順 也說一下到你後來 你會騎不去 烏鴉嘴 所以我要打破這個機會 你看我現在已經講了 寫了 那如果一個月半年 一年沒死的話 那就是說 以前我們的忌諱 是也是假的 我想這個 因為你寫出來了 所以今天我叫你在電視上 再講一次 因為這個是透過你自己嘴巴講 大家感覺會比較不一樣 好 這個我們這個從陳悟雄遺囑談到這裡 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 請我們孟州來告訴大家 兩岸最近的一些這個波濤洶湧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還是可能會將來有一個比較巨大的變化 等一下請孟州來告訴我們 好 在這一次兩岸的交鋒當中 其實這個巴拿馬的亞太電信詐騙案 第一個這影響非常大的 結果大家突然發現 臺灣的詐騙集團這麼可怕 而且無孔不入 而且這個犯罪都在境外 所以大陸這次把他抓回去以後 這裡面又牽涉到一個 司法管轄跟這裡面的刑度 我們那個詐騙案在臺灣是輕罪 大概一年以下 跑到大陸去 現在聽說最輕是十年 最終可以判無期徒刑 這個這個兩岸的家屬 當然你碰到這個事情 引來的迴響是不一樣的 那彼此這個被逼退 對產業來講也是很震撼的 那包括陸客限縮 這個是一直都在發生的事 那最近大家對九二共識 大陸其實我看這個話轉映 那到底小英在520的舊子演說 很多人認為說必須他對九二共識 要有所表態 但是我覺得以小英的性格 他大概會第一個維持臺灣現狀 維持現狀 這個是一個一個困定的 第二個大概就是遵守中華民國 憲政體制 這兩個大概是不會變的 但是你說叫他在其他地方 有更多的好像也不容易 所以請孟州來告訴我們 在最近一段時間 大陸不斷的挑戰小英 但小英其實沒有什麼太具體的回應 那這裡面代表什麼內涵 是 謝社長還有省委員 以及各位觀眾好 這個最近的兩岸關係 包括五二零到五二零的時候 兩岸關係 有幾個比較總結的概念 就是說我認為未來兩岸關係 不會太好也不會太壞 現在有一個天花板 跟地板的理論 阿扁跟馬英九 對對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未來兩岸關係 好不過馬政府的時代 壞不過扁政府的時代 那怎麼 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目前的態勢 現在小英已經擺明 就是說我不搞台獨 但是我也不要統一 所以在五二零的演講 他會在那個統跟獨 這兩個極端中間 這邊有一個光譜 他會找出一個定位 這個定位我在想 一定是擺在中間 就是說不要讓人家感覺到說 我偏獨也不偏統 但這個對中共來講 他當然不會滿意 但是也可能沒辦法 採取大動作 會做到這樣的一個地步 那那個這麼說 五二零以後兩岸關係 更好 正好像迪更斯講的 這是一個光明的時代 也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為什麼呢 因為雙方 兩岸雙方 五二零以後會有一個調整 跟反調整的鬥爭 調整什麼 就是小英要調整 小英會把過去幾年 這個我們經濟 全部都靠向中國這樣的一個格局把他改成我們要吸收全世界的精華 從世界走進中國 但是中共不幹 中共一定會反調整 中國的反調整現在策略已經出來了 我報告大家第一個十三五規劃 今年的十三五規劃就剛好在三內的兩會通過了那個港藥通過 裡面的那個兩岸關係篇章比十二五規劃還多還詳細 因為十三五規劃只有列那個兩岸經濟合作 十三五規劃列了兩大方針 未來要對臺 加強社會交流跟文化交流 還有呢 要促進兩岸經濟融合 就中共他不一定要跟這個蔡政府來交代 但是他要從民間管道把臺灣繼續把它拉住 就會變成一個調整跟反調整的這樣一個鬥爭 然後呢 這個未來 總結來講那個未來兩岸關係 可見的未來是震盪 會震盪 我們出個招 大陸就反制 或者大陸出個招 我們就反制 就震盪 那究竟會震盪走高 還是震盪走平 震盪走低 這個我用股票市場的概念 現在不知道 好 現在這個給沈委員來回答 這個他最擅長 你現在怎麼觀察 現在夢中大概可以講三種狀況了 你認為哪一種 是這樣 我的看法 跟大家都差不多了 我也認為會更硬 更軟 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 然後更P2P 這個P2P不是people to people 這個P是北京跟臺灣人民 Packing to people on Taiwan 就繞過政府 然後這個第二個就是說會冷和平 因為不會打仗 但是會很冷 然後發展就會慢下來 然後現狀會比較呆板 然後結果這個東西就會兩敗俱傷 那我的看法跟藍 綠 紅三邊的看法 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現在紅的就是說 如果你不照我的意思去講的話 我讓你地動三鳥 或者讓你不可收拾 那藍的是在一旁幫腔做事 那綠的現在就盡量低調 盡量不講 看看你怎麼辦 我是一個小媳婦 你現在欺負我 我只好莫不作聲 但是我的看法不是這樣 我的看法是從一個舊的現在的平衡 要進入一個新平衡 那舊平衡 達到新平衡的過程中一定要有動盪 那舊平衡就是說八年來 北京已經習慣馬英九總統的做法 所以這個已經是一個穩定狀態 那現在你看換了民進黨 一個台獨黨要執政的 換了一個有這個兩國論DNA的人要做總統的 你請問你市長 如果你是習近平 你難道不要有一些動作嗎 如果你沒有一些動作 大家都覺得奇怪了 對不對 民進黨會說 原來北京是紫老虎 那國民黨會說 那我這八年是白做工 原來北京不管誰做都一樣 所以北京不得不有動作 不得不有聲音 那這個是在尋求一個新平衡點 那這個新平衡點的過程中到最後 他的平衡的這個這個層次 這個位階 恐怕會目前稍微低一點 所以大家都會有一點退步 所以小林說要維持現狀 習近平何嘗不要維持現狀 因為維持現狀的意義就是說 維護我目前已經有的利益 但是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再多占一點便宜 那最大的原則就是我不能做比現在更吃虧 那兩個人 兩邊的想法都一樣 那都一樣就轉彎抹角 最後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 那這個新的平衡點的過程中 每個人都會想辦法去求生 比如說我們臺商不一樣的生意 有的人就轉往南邊 轉往西部 有的人就在大陸繼續改變不同的做法 在這個求取新的新的求生的辦法 然後最後達到一個再度平衡的過程中 我認為沒有今天動地的事情 也不會有地洞山搖的事情 好 這裡面孟多經常講叫摸摸底 我覺得現在有點 其實我不太贊成摸底的 這件事情 我覺得雙方對對方的底都已經清楚 都清楚 好 那但是雖然就是要釋放能量 就是說要有 因為最近這個情勢 你可以看到臺灣是不動的 但是大陸一直出招 所以這個就是說跟中國那種 過去的大國的那個泱泱 大國風範不太一樣 就是說小英幾乎到現在為止 他對兩岸 他沒有任何表態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中國的這個 從高到低 所有人 幾乎都一直在講那個九歐共識 所以好像樹洞跟風洞到主客意味 這理由應該是臺灣在動 但大陸不動 對不對 現在那邊大陸動動很激烈 臺灣不動啊 那這到底代表什麼內行 不不 這我的看法不一樣 實在 我的看法 要動就是要北京要動 我們臺灣沒有什麼好動的 因為如果我們借用蘇起的講法 我們有小三角 有大三角 小三角就藍綠紅 大三角就美中台 不管你小三角 大三角 其實發球的權力都在北京 我們臺灣不可能發球 但是臺灣要不要借這個球 權力在臺灣人民的手中 所以我有機會 我去給北京那邊的人講 我說你們怎麼那麼笨 你國家這麼大 力量這麼強 那你怎麼不會發球 那怎麼發呢 我覺得你發球 只有一個原則 就讓臺灣人民高興 然後讓美國緊張 如果臺灣人民高興 美國緊張 你就贏了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怎麼做不來呢 這個事情 我等一下要稍微休息 在前面後來回答 其實我常在講那個兩德的模式 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中東德西德 西德有段很長時間 他是非常協助東德的 就是說我們是一國的 那西德當時會覺得說 我們可不可以幫東德的 他說有一天我們一定會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說現在我常常形容叫北風跟太陽 也就是說兩岸政策 如果你用大陸這種威權 用風去吹 臺灣其實那個衣服會穿更緊 如果你真的用太陽這樣 循循散又一下衣服就脫光了 所以這個這個效果是不一樣的 但是兩岸交流一直以來 像我們很多的這個比較到深藍的人在大陸 那他們都建議認為大陸應該像過去的這個文攻武嚇 有很多的都是一個對臺灣非常強制的這種壓力灌下去 但是最後得到的效果其實剛好適得其反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兩岸有沒有一個新的發展的空間 大陸對臺的政策 就是說你如果用過去一貫的付權勢的 你不怎麼樣我就怎麼樣 其實後來你會發現是效果似乎其反 也就是說大陸對臺系統 其實在這麼多年當中 好像這個結果是完全出大陸的意外 但是未來如果真正掌握到臺灣的名義也好 或是臺灣人民的心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到位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回來請夢中來針對這些問題 給我們回答好了 好 我們看到在五二零之前大陸頻頻出招 我想在這個背後當中 剛才我特別提到 如果大陸用另外一種對臺灣更善意的方式 會不會收到更好的這個效果 但是這麼多年當中 都是一個比較威嚇的方式 好像不管是香港或臺灣 都沒有達到一期的效果 好 夢中怎麼解讀這個現象 是 那個我對於這個問題 我是從那個大陸內政角度出發來看 那個我這一期 那個先探雜誌 我有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標題是蔡英文 何妨駐習近平一輩之力 為什麼我是從這個角度來建議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現在大陸國勢如馬 中共黨內有鷹派緊盯著習近平 還有野心家要四季奪權 習近平只好對外對臺 都擺出很強硬的姿態 以免讓人家有機會施壓跟插針灌水 那習近平進來打壓臺灣的一些動作言論 被不少專家選手解讀為 是打給內部自己看的 其中最重要一點就是中共十九大在明年的下半年要舉行 這個十九大這次的人事非常重要 因為這是習近平他這個從政以來第一次自己掌控中國大陸高層人事 目前的這一屆還是有那個過去那個江澤民的影子 未來十九大他要自己要喬人事 現在各派的壓力都集中在他身上 他一定要表達說 我對這個對外對臺都很強硬 所以這個我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是建議蔡英文都從習近平這個考量出發 來設定那個對於九大公司要承認到什麼程度 我的結論是蔡英文不要為難習近平 這個這個角度還比較特別 我就跟各位分享 是 我想這個現在我們身為來看 就是說剛才孟周其實還有一件事情 最近類似像索羅斯這樣 他又創賽中國了 那當然就是說現在他這個指標 大陸現在的負債整體負債佔GDP的比重 他已經到兩百三十七趴了 這兩百三十七趴 現在當然這條線是日本 英國現在將近三百也是重的 那美國大概兩百五附近 中國現在一路往上爬 這個爬裡面 我們也看到最近這個大陸的房地產的泡沫是越催越大了 你看這個深圳今年前三個月大概黃帝產漲幅六十四趴 而且大量借貸就是說這個老百姓的錢又從銀行搬到去炒房去了 這個越炒越大 就最近這個是像羅文剛最近暴漲 那這個就是說這種炒到最後已經到有點可怕的地步了 所以我們最近在看大陸把那個各省在公佈GDP 所以我說這個速度就很有意思了 這個前面是超過十趴的有這個貴州了 重慶 西藏那上海到二十七名 二十五名 但是你看後面大概只有三個城市比六點七還少 上海六點七是第一季中國的GDP的平均值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後面最差的不夠六點五 所以你加起來應該有八趴多以上 但是那個兩個好像地方跟中央多的不太龍 所以這就是如果從這個現象面來看 我們審委怎麼來看就是說大陸的經濟好跟壞 其實臺灣有不同解讀 有人認為大陸經濟壞 臺灣會上來 但有人認為說大陸經濟壞了 亂了 那對臺灣有危險更大 大陸的經濟是非常的壞 這個泡沫是吹得非常的大 如果他不是國家主導的社會經濟的話 老闆就完蛋了 但是這個對臺灣是好還是壞 很難解讀 如果從政治的穩盪 或是動盪期間來看的話 獨派的人是喜歡中國亂 他認為中國亂 臺灣才能夠穩得住 但是非獨派的人是希望兩邊要和平共榮才對 那就經濟層面來講 我認為中國經濟的衰敗對臺灣是不好的 因為如果他經濟衰敗的話 那很長一段時間 中國的進口不會好 那我們臺灣大部分的出口 是出到中國去了 所以中國的進口不好 臺灣的出口不會好到哪裡去 所以我們要準備承受好長一段時間的 因為我們有一天如果經濟復甦要反彈的話 V型是不可能的 U型也不可能 那大概頂多就是一個L型 那這個L型這個爬起來的這個坡 如果中國這個坡爬得很緩慢 我們臺灣也好不了到哪裡 不過剛剛孟州講的說 這個蔡英文不要為難習近平 我覺得這個蔡英文 沒有這個智慧 不是 由不了他 也不是智慧 是要看看臺灣人民會不會為難蔡英文 那臺灣人民現在怎麼會為難不為難的問題 也不是 因為前天 昨天吧 蔡英文剛剛去那個陸委會拜訪 對不對 那大家就說他講什麼話 他講除了維持現狀以外 他對現狀做了一個新的定義 他說新的現狀就是新的民意 那新的民意是什麼 我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聯合報 不久以前的民調 那你看 大家看一下 這個極毒 反毒跟維持現狀的 加起來有八十二趴 因為你統的人就十二趴 然後臺灣人是中國人 臺灣人也是中國人 或者單獨是中國人 跟中國人有關係的加起來才二十二趴 你看我就是臺灣人 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七十三趴 那這樣的七十三趴的臺灣人 跟八十二趴 不願意統的人 這個數目字比投票給蔡英文的人 還多 還多 所以勞共其實也心裡也知道 民主政治的意義 就是說你的政府 你的那個首長 就是要看是什麼樣的人 他有什麼樣的意見 來選你當總統 那勞共現在是要蔡英文做一些 跟選民主張相反的主張 那蔡英文 這料有可能 所以蔡英文講民主原則 這個普遍民選 這個維持兩岸現狀 就他的基本事情 但是老共有一個盲點 譬如說他對馬英九是用拉的 那對蔡英文是用推的 那對香港呢 對於那個香港的首長 是不用指導他 他那個特首也知道我該怎麼辦 但是三個狀況的結果 人民是跟北京是越走越遠 所以你曉得他以前也講過 寄希望與人民 人民給他拉過來 他的政府就自然過來 老共我覺得老共不是 不知道這個道理 但是他就是做不來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政治的框架底下 他的那個領導人就是說 只能看近不看遠 只能看小不看大 只能看突發事件 而不能看永續的這個趨勢 所以這當中 其實有一個觀念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這種極權領導 最核心是民主 蔣介石去世的時候 留給臺灣最重要的財產是什麼 堅守民主陣容 也就是說今天臺灣跟大陸 最大差別是民主 也就是所以你看到 像香港現在發現 為什麼香港人會怕 因為會失蹤 所以被失蹤 那是很可怕的 就是說今天 我跟很多人講說 為什麼民主制度是可貴的 在極權時代 你像以前如果在 在這個幾個朝代裡面 我們生個女兒 要養在家裡 不能給人家看到 為什麼 要閨女 因為萬一你的女兒很漂亮 那個限定說 晚上把你女兒送到我家 慘了 為什麼 你毫無抗拒之力 現在這個情況 我覺得最少 我們走到這一步路 臺灣其實就是所有人共同 最大的一個夢想 也就是我們走了民主之路 走到現在 我們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但是今天這個是臺灣 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來講 孟宗要不要跟我們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有 像類似香港那個書店 李波那個對香港人來講 震撼太大了 那今天兩岸其實最大 他就在生活習慣制度都不同 所以這樣的一個趨勢發展 像比方說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其實大陸 一定給臺灣一點空間 就你九二共識 當然是前提到一中各表 但是到大陸就不能表一中原則 你沒有表 那我如果拿中華民國國旗也叫台獨 我唱中華民國國歌也叫台獨的時候 那你怎麼叫臺灣怎麼可能去接受九二共識 所以這裡面你如果九二共識 沒有一個彈性靈活空間 但是按照九二共識 就是你的一中原則 而且你先告中華民國 已經在一九四九年滅亡 那我們現在通通都死了 其實兩岸這個就不用玩了 如果蔡英文承諾九二共識 就等於是臺灣我送你就好了 我投降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到現在這個結 到底怎麼解開 是 這個我有點想到 明年香港要選特首 對 像梁振英的五年任期 明年到 最後是習近平的一個麻煩 對啊 那無論如何 就是說那個民主這個問題 現在說真的 連大陸的一些民眾 慢慢感受到他的可貴 因為他們現在大量來臺灣旅遊 都感受到了 我最近在臺北跟一個陸客 就是在咖威館 和咖威認識的 那就聊起來了 他就主問你們臺灣搞民主有什麼好處 經濟搞得那麼差 我跟他講說 民主最大好處 就是激發人民的創造力 我就調書來給他聽 我說你們劉少奇 生前講過一句話 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老師我們在東高手讀過 是 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說這個就是民主的好處 那個他點點的說 你講的也沒有錯 表示他們對那個民主 他已經感受到了 這樣的一個氣氛 我是覺得我們現在臺灣 站在一個有利的地位 就是說我們會通過這種兩岸的接觸 去影響大陸人的價值觀 這個又是變成中共統治的一個挑戰 但是習近平他們那個 習近平等領導層最近好像有在改變 好像有些跡象都顯示出 他現在開始那個言論有點在稍微在放寬了 給老百姓吐骨髓 你不要在那個中央黨媒寫 那個白紙黑字就好了 但是在那個一般的那個新媒體 他現在好像要開放 最近那個習近平開了一個新媒體的會議 他講得很好 他說那個我們政府對於那個網民的一些意見 要盡量去包容 要盡量那個 如果他們是善意的建立 要接受 這個以前沒有講過 我覺得大陸是有一點要先從那個新聞 信息的開放 來這個迎合老百姓對於民主的一個需求 我們可以看他的下一步發展 謝謝 好我想這個經濟發展往前走 其實對那個統治集團來講 挑戰數非常大的 你看那個Muscle的這個理論 也就是說中國在發展 你看文革這個大躍進的時代 那個那個是一個你那個集權統治最適合的溫床 那隨著經濟發展慢慢的國民所增加以後 比方說五千塊美金 就有五千塊美金對民主的需求 到上萬以後 這個又不一樣了 所以現在就是說 當中國經濟越往前走 越成長的時候 對他既有的統治領導階層來講 他的挑戰是非常大的 所以這個走到這一步如來 我想兩岸現在其實都到一個新的拐點 那這個拐點到底 我們怎麼有個拐法 我們看到這個陳天珠講兩岸的風險 大家都看到了 那現在包掛臺灣的經濟 我們也走到一個非常苦悶的階段 那到底如何往前走下去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兩岸的這個 在過去這個三十年當中 其實我們看到臺灣在八零年代 我們是經濟大躍進的階段 但是後面這個階段 從大陸六四天安門事件 從九零年代以後開始啟蒙 假如我們用兩千年來做一個分水零的話 我們看到一個最簡單的數字 兩千年中國的GDP總量 大概一兆兩千億美金 到現在為止大概是十一兆了 最少十點六 那從一點二兆一直到將近十一兆美元 大概他成長是八倍以上 百分之八百一十六趴 臺灣我們大概從兩千 三千三百二十四億美元 現在大概到五千兩百三十四億 我們大概成長五十七點八 所以如果你同樣一個時間 就兩千年二十一世紀的經濟的發展 大陸的經濟總量成長 是臺灣的十幾倍 所以臺灣等於也差不多半分稅狀態 我們到兩千年之後臺灣其實一直都在調整 這個調整其實並不順 所以如果你比較南韓 南韓從大概五千六百多億 現在是一兆四千四百多億 他成長一百五十八趴 新加坡成長兩百二十一趴 所以臺灣其實是在這過去二十年裡面 全世界經濟成長率相對是低的 而中國是全世界最高的 這一個低一個高高成為強烈的對比 在這種情況之下 臺灣如果把他二十年當成休養生息 有沒有細事待發的機會 那今天陳天之講說兩岸的問題 大家都他也知道了 那臺灣在面對這樣一個大陸壓力之中 我們的經濟到底有沒有轉盤的空間 孫偉怎麼看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兩千年對很多國家 中國 臺灣 日本 其實都是一個分水嶺 那我的觀察是這樣 任何從開發中國家 要往上突破的話 你的GDP一旦離開七 如果你維持在七還可以 一旦離開七 好像現在中國離開七 一旦離開七 臺灣也是 臺灣在兩千年 一九九八九九離開七 一旦離開七 你就掉進你那個時候的所得的陷阱 所以我們就掉到 那個每一個人均的GDP 就是兩萬塊美金 那現在中國離開七了 他現在的人均GDP四十八千塊 所以他們常常講說 我們進入中所得陷阱 老共不是中所得陷阱 老共是掉入中低所得陷阱 那那邊的網民 他跟我跟我爭論 他說我們只要隔一塊 那個江蘇跟你比 我們就贏過你了 那你怎麼能這樣比 如果美國把加州隔成三塊 他每一塊都在全世界 都排名千十名 就不能這樣比 那臺灣現在是麻煩 因為我最近是花了一點時間 在比較兩千年到兩千零七年 這一段時間也就是那個次貸風暴 之前兩千到兩千零七 這段時間 臺灣跟韓國的情況 這段期間韓國是很厲害 韓國自從付清了IMF的貸款以後 就一路上升 就一路上升 我們臺灣從那一段開始兩千年到兩千零七年 一路就是 關鍵韓國一九九七年 他倒的很徹底 他財團那個銀行都縮光了 對不對 臺灣那個是我們沾沾自取說 我們很好 體質很好 所以我現在覺得不管是慘觀或者學 對臺灣這二十年來 就是說我們已經掉入了一個現金 我們跟那個日本類似 日本現在大概已經是失落三十年了 我們大概是失落十八年了 那我們的診斷 我們到底得了什麼病 我覺得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迷失 那這個診斷如果不出來的話 將來全世界復甦 我們只能跟在別人的後面 慢慢的復甦而已 要說脫胎換骨 藤龍換鳥 這一個我現在以目前不管藍 不管綠 不管學界 尤其是主流學界 我覺得都沒有摸出一個頭緒來 這裡面現在中國也是陷入瓶頸 我想孟州在過去來講 全中國你幾乎跑騙 現在你發現這個如果以中國經濟來講 現在像索羅斯當然都在唱衰 那我最近有發現大陸的銀行 其實他股價都不會漲 為什麼他現在那個呆帳 我看一定一個頭兩個大 為什麼這個他的股價 本益比大概只有四倍 然後股價淨值比大概零點六 很低 但是你很低 好像股價他也不會漲 那中國你看這個從今年到現在 股價跌得很慘 黃帝長暴漲 那這個這種現象在前世很少見 那這個到底因為了什麼樣的內涵 是 我這個長期觀察大陸經濟 我覺得大陸經濟最好的時候已經過了 大陸經濟哪一年最好 剛剛沈委員提到了 2007年 那一年是那個北京奧運會的前一年 那個還有那個這個海嘯前 金融海嘯前那個世界經濟畸形環容的一年 那一年在北京看到 在大陸看到中國一片百年盛世的榮景 那個廣告 廣告牌寫得都很誇張 我在那時候在北京的建國門大街那個地方 看到一棟大樓 那個還沒蓋 那個調出一個很大的一個廣告看盤 全中國最偉大的奢侈品的中心 有沒有 有沒有 北京人叫這個 現在收支品都在關門 對對對 那個奢侈品三個字掛在上面 我覺得很刺眼 那個是最好的時候 慢慢的就不好了 那個現在有個問題 那個我覺得中國最大的問題 我就講這個針對藥化來講 大陸今年說要到海外去收購 這個一千億美金 要花一千億美金到海外去投資 我認為這種投資 效益很糟糕 為什麼你知道我幾個最簡單的例子 投資多了應該貿易要好 對 因為我們台商跟大陸貿易 我們台灣跟大陸貿易 就是台商帶動了 大陸那些投資都出去炒地皮 那個對中國經濟一點用也沒有 而且是很多人利用那個管道 把錢A到外面去 對 我說我跟各位報告 台灣的銀行界也存很多大陸 那個官員的 還有那個有錢人的錢存在台灣 為什麼 台灣有法治嘛 第二個存得多的地方是中華民國的友邦 那個聽說帛琉共和國也存很多 為什麼 因為大陸官員存在帛琉 帛琉不會把資料給中共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問題 就錢流出去 對大陸經濟 本體經濟沒有用 這是一個大問題 這裡面說巴勒馬文件 這個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說巴勒馬文件 你看大陸九大家族都有 而且大家很金額龐大 台灣我們也在查 很多人賣力 就是從這裡面 剛剛有沒有我們大官 政治人物有沒有藏錢 後來發現是企業藏錢 政治人物沒有藏錢 所以這個就在台灣波浪 沒有那麼大 好 這個我想兩岸走到一個關鍵 十字路口 我們今天在談五二零前後 台灣的政局跟兩岸新的發展 回來之後我們看看 到底五二零之前 台灣的小英政府 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那麼未來的台灣的命運 到底會怎樣 等一下會來請教兩位 好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那麼在最後的單元 我們來討論一下 小英在五二零要就職 這個就職員說大陸把他當成一個兩岸關係非常重要的指標 也希望他在五二零當中能夠對九二共識給個交代 但現在看起來我的想法 小英總統大概會秉持原來的原則 就是台灣維持現狀跟恪守憲政體制 你要他多講一些別的 我看也不太容易 所以到底在五二零之前 後兩岸關係 未來的新的變化 還有我們所有委員對政局的觀察 也一向精準 那麼這個民進黨已經準備很久了 照理講從從險勝到現在 大概已經準備好幾個月了 那從這次的內閣名單 跟未來民進黨的這個治國的這個能力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切 你看好還是看壞 我們先請宣委員來告訴大家 我覺得小英的吳樂玲演說 不會有大驚奇 他大概會一再保證 我不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 然後特別強調 我遵照中華民國憲法來施政 但是綠營的中華民國憲法 是有關這個治權徵修條文的部分 他絕對不會去碰那個本文的地方 去遵守說唐吳良海 外蒙古 都是我固有僵硬 那個部分不會 所以老共就想說 你講那句還是不夠的 但是小英會特別再強調說 民意是很重要的 現在這樣的民意 選我來當總統 你要我做違背民意的事情 我再有天大的本事 我也做不來 那至於說已經扶上 檯面的內閣的成員來講 我覺得這個內閣 小英是很謹慎的 因為他專業 但是不慮 一點都不慮 還有謹慎 保守 不犯錯 那而且在某些方面 比如說企圖心 比如說熱情 比如說願景 比如說要突破現狀 有一個開創一個很大 大家認為亮眼的一個大未來 這一點我覺得是欠缺的 所以大環境這麼糟糕 那小英這個保守性格的這個內閣 守成有餘 開創不足的內閣 我覺得大家只要說 不會比現在更壞 就已經 拜託 好我想這個是精準的解讀 我們請問說來看看這個現在兩岸的關係 到底現在未來會有什麼新的發展 是 那個大陸的外長王毅在不久前他講憲法說 這個說那個希望那個蔡團隊可以以他們自己的憲法來表述兩岸同屬一中 我覺得這是習近平通過王毅再洩漏考題給小英 我認為用憲法的表述是一條可行之路 那我研究了 這天研究了一下 我認為蔡英文在五二零的演講 能夠講的最最最大的限度是什麼 就是他會宣誓以法理的效力 集於大陸的中華民國憲法 為基礎來處理兩岸關係 只有這樣 這是講的最最最最最最寬的內容 那至於我個人對未來的兩岸關係抱著很大的希望 我希望將來臺灣跟大陸還能夠繼續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穩定的關係 不要這樣哭泣爆發式的這個成長 也不要說兩邊變成什麼地東山窯 大家就是比較平穩的發展 然後尊重市場規律 不要動不動大陸來採過幾十億 然後明年不來了 這個我覺得這個不是長久之計 第二個我們這個剛講就維持兩岸平穩交流 第二個我們國家還能夠未來吸收全世界的精華 我這個我蠻蠻有希望 我現在每天都帶一本世界地圖冊 出來讀 開始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未來就是我們是兩岸世界同步進行 這也是我的希望 謝謝 好 我想這個 我覺得要達到這個境界 兩邊的領導要有個認知 你嘴巴可以不講 但是你要有個認知 就是說統一不可能 獨立大概也很難 那你總要想個辦法 最重要的關鍵 真正好好去善待這裡面 大陸其實如果他真的弄懂 好好善待這個島內的兩千三百萬人 我覺得兩岸要更大的發展是比較容易 你看到東德到西德到一九八九年 柏林維翔倒塌之後 當年西德是承擔東德非常大的痛苦 而且他等於是一比二十 把這個東德 西德把東德併併過來 那這樣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們常講大陸對臺灣讓利 其實要有更大的胸襟 來善待臺灣兩千三百萬人 還有一個就是真正兩千三百萬人 在臺灣他從來沒有一天魅亡過 一直都存在 如果大陸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 兩岸其實未來還是有很大的變數 好 今天我們謝謝審委員 請你把你的遺囑再跟大家講一次 也謝謝我們李孟舟社長 今天也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周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收看 今天第一時間請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